毛主席的全部证件,他也需要中南海的出入证,毛泽东参加中华苏维埃会议的代表证,毛泽东也和普通工作人员一样领取中南海出入证和中央人民政府徽章,毛泽东出席政协筹备会的代表证,这个持相证是1950年12月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按规定签发给毛泽东的,但实际上并未给他配发相知 即使在战争年代,毛泽东也从未开过枪,这是毛泽东的医疗证指定医院,为北京医院有了疾病,毛泽东总是以自己坚强的意志去战胜他,所以他很少去医院,全国证,协发给毛泽东的代表证证件号001植物主,其,每次开会前,毛泽东总是主动从基要秘书那里拿过签到证,认真的签上毛泽东,翻个字, 然后交给负责签到的工作人员,这是毛泽东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证,证件号为101植物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计划经济时代 毛泽东用李德盛之明,与普通市民一样凭证购物